麥教授 麥教授,我們這次除了邀請三位學者之外 還邀請了一位專家 為什麼會邀請這位專家上來跟我們說呢? 我見過黃先生兩次 之前吃過一頓便飯 但是剛才跟他喝那頓茶的時候 其實塞了很多錢在我的袋子裡 有些時候講學問的話 就不一定是在殿堂裡 有很多人很聰明 可以從生活很多細節裡面 講到這個中日文化的特徵出來 麥教授,不如我們事不宜遲 就邀請下一位講者出來 之後就請黃天先生 黃天先生無論是在很多中國 和日本問題的細節上面 都掌握得很好,請黃先生 謝謝 多謝麥教授這麼客氣的說話 各位來賓 今天我講的題目 我發覺講甲午戰爭 就是我們還是圍繞著我們自己 國內裡面的一些記錄 或者一些資料 我剛才六月初去過日本 我就發現了 多了他們重提甲午戰爭 也多了反華的書 這個是我長期搞中日關係裡面 我是不想見到的 中日關係其實 我們民間怎樣也好 一定要民間的往來 民間的溝通一定要做好 即是怎樣也好 這個是對兩國 如果民間還是有結縣 是一個仇視的民族 世仇 兩個國家是永無寧日的 日本在我們的東輪 你怎樣對它也好 它不會搬走的 它不會搬去別處的 永遠在你旁邊 是敵是有 我們應該要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講講他們當時 甲午戰爭在日本裡面 他們的籌備 或者他們做的一些 對自己出師有名 他認為 這樣的一些 他們當時 還有再結論一下 現在他們120年後 他們怎樣看這個戰爭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個課題 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專心講 我專心講好 今天我的題目 會有 這裡 包括明治初年 日本對鄰國再起野心 這裡一直有六點 我就這樣 應該要快些 第一點 明治初年 就是1868年 其實 我們回顧中日韓這三個地方 如果在 發動這個 沈陽事變1931年之前 我們歷次的 中日的交戰 都是在朝鮮半島 這個 大家會 要知道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我們就是 是 在第一場 中日戰爭 是在唐朝 打起的 白川江之戰 然後呢 就是明朝那個 風神秀吉 發動 這個大軍 兩次 在1591年 到1598年 兩次揮軍 二十萬軍 去打朝鮮 他就說 先滅朝鮮後 吞明 他的野心呢 現在的書呢 日本都仍然是這樣寫的 即是說 他們甚至 風神秀吉 還分了莊 如果我們吞了明 天王就去 中國那裏坐正 他的兒子呢 就去朝鮮半島 我呢 就做監國 即是說 已經分了 野心 狼子野心 非常之大 所以 即是說 他們對朝鮮半島 其實呢 早有 喜遇之心 到了他們1868年 他們 這個 明治維新開始了 他們呢 就開始 覺得我們西方國家 我們就要去 和鄰國建交了 他首先和清朝 建立這個關係 就是1871年 建立 遞結了這個條約 在北京條約 跟著他也都去韓國 撈檔了 那韓國呢 就先看清楚形勢 因為韓國 為什麼呢 很有戒心 對他們 因為你都打過幾次了 即是說 你的來者 是不是 即是說 這麼好意 和我們結交呢 那 就做一些 問題給他 就是說 你要 王 他寫 王 王趙 王是 我的天子 就是清朝 不是你寫的王 你 即是說 你用的詞語 裡面來說 就超越了 所以我不跟你談了 那麼 日本就很生氣了 其實生氣呢 新政之初呢 就是有兩派人的 一派呢 剛才 蘇教授都說了 癌瘡巨市 這個市捷團 就帶了一半 大半的 朝中的精英 出國 他出國 這次訪問呢 是學習西方的 是超過 年半 有些甚至兩年的 他們這班人 要講定數的了 我們這班人 就全部出去了 那麼你這個 西康隆盛這班人 你就要 喂 你不要亂 改了些東西 你改了些東西 我回來 即是說 你甚至奪了我的權利 這些他們 就很均真的 這一方面 那麼你就 剛才就說了 癌瘡巨市 木戶孝韻 這些呢 就是跟著 出去海外考察的人 而這個呢 我們被稱為 西鄉隆盛 木戶孝韻 大狗保利通 就叫做明治初年三傑 那這三傑就是 即是說 對他們初期的 政局 建設改革是很大影響的 那麼右邊這個呢 就是 大相那個 左邊那個大相那個 就是 西鄉隆盛 這邊這個呢 這邊這個呢 這邊這幾個呢 就是 最左手邊那個 木戶孝韻 中間那個 就是 癌瘡巨市 右手邊 最右手邊 坐著那個 就是 大狗保利通 再是那個呢 就是伊藤博文 這些呢 這些全部呢 是後期呢 是整個 明治的架構裡面的骨幹 來的 那就是 伊藤博文呢 李龍章第一次見他 就驚為人才 他說 這個自覺之才 李龍章 一見這個人 已經知道 結果真是 給他講出來 那麼他們呢 就是說呢 西匡鄰城 還有這個 總督父神 還有這個 板下援助 那麼他們呢 這些呢 就是要準備 徵寒 怎樣徵寒呢 他又無禮 我們去打他 而且我們的下級武士呢 剛才說到 板直奉還之後呢 他們沒有 就是 逐一說就沒有東西 那邊沒有事 喂 你搞定他們 他們奉還了 沒有了權利 叫他們去打 那麼 現在西匡龍城 是最能打的 當然是說打 那麼 那就是 在這個情況下 回來的呢 就是 看見那個角力 我們得不得 那麼快就去打人 所以呢 就是 內自為先 那麼 在這個爭議之下呢 結果呢 西匡龍城 他們依別下野 那麼結果呢 就 徵寒論呢 就是暫停了 那就是 但是呢 但是呢 無奈呢 他其實呢 心心不識的 都是去尿的了 那麼呢 就派了這個雲陽號呢 走去別人的那個 江華島那裡去測 在那裡測地 測那個海灣那裡 那麼別人當然不高興了 那你 喂 你在我那裡 那當然 他是撩你發炮而已 那麼他發炮 他就打他了 一打他就進去了 就即使說呢 然後跟著 逼他 簽訂這個日韓條約 日韓條約呢 他日本呢 我們明白到 日本是很 很精於 吸收外來文化的一個民族 那麼他呢 就吸收外來文化呢 帝國主義的文化 他都吸收了 他很厲害的 他學了的 那麼馬上呢 在這個日韓條約裡面 他已經做了 不平等條約給別人 要他有領事裁判權 這樣 所以就是說呢 這些呢 日本 其實 對 朝鮮半島 已經是 籌備著 出兵的 那麼 與此同時呢 他 南邊 他就要吞琉球 那麼這個琉球呢 就是 他就是 在1871年 有一個海難呢 就是我們 台灣那個 在高雄那邊那裡 那個 牡丹社那些番社 殺了那些 漂流那些 琉球那些 船民 就是 遇風漂流 那麼日本呢 就立刻 他那個部署很厲害的 他就要 將你這個 將你這個 琉球呢 就先廢了它 就成為我的帆先 然後就說你 你的子民被打 我就要出兵 所以他就出兵 打台灣 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 日本曾用兵呢 就是 已經去過一次台灣的 而去台灣這次呢 我們呢 他派三千兵去 而我們呢 竟然 由得他上岸 那些台灣的官 他來了 他來了 告訴福建總督大老爺 他上了岸了 他扎在那裡了 其實在之前 他都知道 日本蠢蠢欲動的 但是他們呢 喂 我們要加強提防 只有一個講字 如果當時 1874年 他們去 登陸這個台灣的時候 是絕對 那個時候 絕對是可以打倒的 而他們登陸了台灣 住在台灣 五個月 得到這個 白熱病 他戰死了幾個人 誰知道白熱病 死了五百人 那你如果當時趁他病 拿他命 一定可以的 但是我們呢 還是一味求和 講和 李鴻章還說 我們呢 要和日本和 聯日抗西方 他經常都說 聯日抗西 所以呢 就是說 他在這裡 這個又是 虧了一個機 怎樣虧了一個機呢 令到日本呢 原來 我們 夠膽派兵遠征 我們都可以打得 他有些是租船的 那時候 戰艦都沒有 有幾隻運輸船是租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呢 右邊那一幅呢 就是他徽軍去的圖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高雄那邊的 就是南邊那裏的 那那個 某單社 就是 在那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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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1879年 吞併琉球 關於琉球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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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Ю 那裏呢 那裏呢 這裏呢 那裏呢 馬上 那裏呢 有些叔 五百年的地圖 他們怎樣大意想言 怎樣說我們應該要出兵 因為他說我們改革 明治維新改革成功了 我們應該要跟我們的鄰國 朝鮮、清朝聯合三國 聯合我們東加三國 來抵禦西方列強的侵入 所以他們就是 首先他們在自己說 若能盡西洋器械之術 豈有不孤國、豈有不強兵 四海大義所可行 四海大義是什麼呢? 我們能夠強國的時候 就廣佈四海 我們的義行是什麼呢? 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儒家教我們平天下 他們就這樣去理解一個 他作為這個是義行 為什麼呢? 所以剛才 蘇教授,我稍後會說 脫亞倫就是有這個根源 成為後期侵入 抗大侵入這個 這個原因 日本是有道之國 我們是有道之國 我們聯合東亞 來打你們無道之國 你們這麼遠來打我們亞洲 這些也是剛才是種族 或者亞洲裏面的一個問題 這樣出來 他這些 教國民的意識就是 我們是有道之國 我們是要聯合東亞來抗衡西方的 等你們去改革 一齊來打就等到天亮了 他說 怎麼搞呢? 你們如果呢 還是這樣呢 那我們就 喂,只有我們 我們自己搞得定 那我為什麼要你們呢? 於是呢,就出現了一個 我們現在看這個 福澤余吉 他是慶應大學的創辦人 福澤余吉這個樣子 你們有沒有印象呢? 有點像的 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你們如果去日本 常常都見到的 一萬日圓那張銀紙 就是他了 還是很尊崇他的 他是日本一個思想家 在明治為身裏面 一個思想家 一個教育家 一個著作家 他是主導了 日本開明文化 裡面一個很大的前進 一個思想 他呢就是 扮了一個慶應 那裡 也是 現在東京六大學之一 六大師校之一 慶應是 所以他是很受尊崇 當然他很多思想是對的 但是呢 有些東西呢 我們現在拿出來 就真的 是有些不敢苟同的 可以 那他呢 剛才說 我們的 盛世危言 或者賣多少呢 他的書 在日本 一百八幾年 賣四十萬 當時四千萬人口未到 我們看呢 日本那個求資很厲害 日本人的閱讀很厲害 即是說呢 我們今天去看他們出版業呢 我們經常會驚訝 那麼 那麼 闢的主題的學術書 他都敢這樣出的 所以他們的讀書的風氣 是很 很得人驚的 而他們在 明治維新 在一九零幾年的 零五年以上 就已經全國小學 義務教育成功 就算我們很遠很遠 我們到了解放的時候都說 我們已經解決了文盲了 其實 什麼文盲呢 你能夠拿一支筆 表達一些簡單的東西 你才叫做文盲的 脫離文盲的 你懂幾個字不算的 但是日本已經在小學裡面 在一十九世紀初已經 這個二十世紀初已經 擺脫了這個文盲 那麼他就說呢 如果你們再是這樣呢 東倫再是這樣呢 即是等於我日本住的一間石屋 你們兩間板間房 你們火燭就把我拿起來 我死定了 那不如我 不要了 我拆了你的屋子 我來幫你搞吧 那麼這些呢 就是他的思想的根源 那麼他脫下論呢 這裡呢 就看不到什麼 我以為看到 那麼他呢 就是說呢 我們怎麼能夠繼續容許你們再是不改革不前進 我們如果再與你們為伍 你們這麼醜陋 都沒有開化 我們如果不脫離你們 西方的國家就說我們是你們的一行列 是你們 和你們日清 這個清朝和朝鮮都是一類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脫離這個隊伍 我們離開它 脫亞論 即是說呢 這個呢 我們 你們 旁邊那個窮孫朋友 我都沒有什麼興趣和你做朋友 是 就是遠離 所以這個呢 就是 脫亞論 但是呢 現在我們看這些 看日本很多書呢 有時候呢 提 複宅如吉呢 有時候他的書呢 少了這件事 有時候 我回去有幾本書呢 因為這個都幾 現在你又重返亞洲了 為什麼你又脫亞呢 所以就是說 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呢 其實呢 他自己 他們呢 自己的國文裡面都知道 這個是過分說得了 但是這個思想呢 就會成為他 他 剛才蘇教授都說了 再擴展成為呢 他 我要 脫離亞洲 這個 這些窮孫輩 然後跟著我 或者改變亞洲 解放你們 然後我就打 打你們 其實我是解放你們 不是說奴役你們 我是解放你們 然後我們 和你解脫了 西方列強對你的侵略 對你的殖民地侵略 他的思想就這樣一個邏輯 就這樣走個圈 還有呢 就是 他再說呢 就是 為什麼要早些令朝鮮獨立呢 他要侵略朝鮮 就是一定要擺脫了 和中國的宗主國的關係 所以就經常撩 要朝鮮獨立 但是呢 就是 估計呢 朝鮮呢 就會是 跟著 這個清朝的 而 這個時候呢 俄羅斯已經南下下來了 所以日本呢 就覺得 他覺得有危機 他吞併琉球 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 琉球如果被別人吞併了 怎麼行呢 在我旁邊 我先吞了 俄羅斯你想吃他 不如我先吃 所以他呢 就兩下呢 就我來 打他這個 那麼他打他這個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 是 清朝一定不肯過你 那麼他已經在這裡計數 我們從清朝 打不打得過呢 這裡呢 剛才說了很多兵力的 這裡就是 日本人裡面的兵力的一個比較 那麼這個呢 就是 就是 我們看到呢 我回到他們 百多年前的報紙呢 他們有些 都編了 經常 做一個比較的 他經常做一個比較的 意思是什麼呢 經常告訴國民 我們有危機的 我們的兵是不夠的 人家的船是多過我們 那麼他在這方面做這件事呢 的意思是什麼呢 多給一些軍費 買軍艦吧 不然不夠人打的 現在今天呢 安倍也是的 中國強大 他想砌我們 將來 我們還不加強 我們的國防不行 這些呢 我們要 即使說 結合來去想很多事情 可以 那麼他這裡 看到呢 就是說呢 兩個軍的兵力 其實呢 是懸殊的 但是呢 他那個情況呢 就是 他最後來 右手邊最後來 那一行寫呢 就是說呢 他們的指揮官 和人才不足 然後 將兵的訓練呢 是不夠的 他們那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評論 而我們呢 當時呢 是一些僱傭兵 甚至是拉夫當差的 其實不願意去當兵 好仔不當兵嘛 那時候 所以這些思想 但是日本呢 他們呢 已經是灌輸了一些愛國的教育 或者為國家 去 去 為國家的富強 而不惜犧牲 他們這些武士道精神 繼續灌輸了下去 所以呢 就是說呢 數字上面 可能 有些 差距 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有信心 那麼西鄉龍城呢 已經呢 就派一些人去搜集 搜集情報了 華山知己呢 這個去台灣的搜集情報 慈上四郎呢 就去朝鮮東北搜集情報 剛才蔡小姐跟我說 她去到東北吉林那裡 看到他們 哇 留下的資料很厲害 他們那些人呢 哇 畫了一些地圖的特務 或者什麼 一個井幾多 一個村裡面有些什麼 他們真的做過很多仔細的事情 他們其實準備打理呢 做了事情 因為 村上粗綠 他去德國訪問的時候 德國那裡告訴他 打仗有兩個 一個呢 最重要就是 情報 搜集情報 所以他就做足的 一個呢 就是說呢 運輸 鐵路運輸一定要做好 當時 是鐵路運輸 所以剛才 教授說 為什麼打的時候 中國兵本來多的 中國少了 你的運輸速度慢 所以他已經看到你的運輸 槍上粗綠 親住再去中國 東北調查 他看到 他們都沒有運輸 哇 那些牛馬來的 這麼復原這麼遠 不怕 他們的兵運不來的 我們比他們快 我們從海運到朝鮮 朝鮮一轉過去 當他們如果不夠你快的時候 你們由 山東半島那裡 坐船過到人村那裡 是 十幾個 十二個小時 他們由 中國大 由日本那邊過來 四十八個小時 我不夠你來 他們偷步 在甲午戰爭 未曾 打之前 就是說大家派兵去朝鮮干涉的時候 中國如果派出兵 有條約規定 出兵要告訴日本 他已經暗知道你收集你的情報 已經知道你將會派兵 他已經偷步 使人家發船去了仁村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他是準備打的 這個就是村上粗綠了 旁邊那裡就是登陸仁村 你看看人馬多厲害 快到很厲害 兩下就 軍隊去了 所以 我們組織力 指揮力 是不夠的 所以就是說 剛才說的兵力對比 其實我們黃海大戰 都不是輸得很慘重 但是 剛才說的 陸軍那裡輸得很慘重 陸軍真的 有一句話就叫做 圓庸金割地 上將景投歌 原用 即使李鴻章 發胃脆脆準備 投降 割地 上將景投歌 那個詩句就是 帶兵那些 自己先把槍扔掉 人先了 剛才說的蘇教授 逃走 就是這樣逃走 其實呢 兩下而已 我們輸的威海衛 就輸得最慘 輸了那裡 炮台 拿回炮台 打回我們自己的戰艦 你說多慘 這批人 其實呢 沒有組織 鬆散 我們說的叫做 文官枉法貪錢財 武將犧牲無能背 這個期間就是這樣的形勢 他們打的時候 有些人誤解了以為東京 其實呢 他們將大本營已經一推到廣島那裡 明治天王親自在廣島督戰 現在背脊那裡就是 村上粗綠就是 匯報那個戰況 他們打黃海戰爭的時候 他們也都 他們有向德國訪問 有向德國求教 當海戰的時候 他認為英國海戰是很有風險 他就請教英國的海戰 英國的海戰 英國海戰的指揮官就說 精氣旋的年代 是單中隊列 就是單中藍排列 他現在呢 我做了一個牌 他是這樣 而他們的藍的 優勢呢 炮的口徑不夠你大 但是他們的藍的優勢就是 航速快 轉彎快 打炮那個換炮那個快 所以呢 他們在這個打的時候 那個主動權贏了我們中國 那當然我們 怎樣停到呢 海戰裡面 我們輸得都不是很慘的 其實輸在輸壞在其他六戰那裡 這裡是我們 我們要注意這裡的 那他呢 就是說他的部署工作 怎樣打 訓練有數 我們的人 的炮彈打他 他的命中率 和他的炮彈打他命中率 他比我們高 所以這個就是 他已經 心中有數 再說一 插開一點點 就是 在1879年的時候 美國前總統 教人訪問 中國 體組 中國那些海軍 那些戰軍的時候 再去日本訪問 又是 三個月 先頭他 為調停琉球的時候 叫 喂你日本你不要亂 跟清朝開戰 他這麼大 他大過你很多 誰知道 後來再寫信回來 給李鴻章 他說 你不要跟日本打 當時呢 格蘭特是南北戰爭 領導南北戰爭 其中一個將領 他可以這樣說 是剛才說足球教練 他是頂級教練 頂級教練 看過兩隊粗兵 哇 兩隊粗兵 看看 你都沒有戰陣 散的 所以他的評論 是有 我覺得是有 有見地的 那麼 列強是怎樣看呢 列強最初 個個都說 清朝會贏 你不要打他 那俄國就 喂你不要亂來 這樣警告他 英國呢 最重要是 你打是打 不要打爛我家的瓷器 我在上海有些什麼 我在香港有些什麼 我在哪裡有租界 你不要亂來 他最重要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美國呢 有 這個格蘭特的影響 他不出聲 沒有出到 沒有很強烈的表態 結果呢 到時打了 日本問 你不要干涉了 那麼他就由 開始由朝鮮開始打了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 他們保持中立 到後來 看見日本呢 打到不放手 然後跟日本說 你不要滅了他 滅了他 我們沒什麼玩的了 我們喜歡他弱的嘛 他是 他已經是頭暈生氣 或者病的最好的 你打死了他 我們怎麼分身家呢 喂我們沒得割了 所以就制止他 你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所以呢 這個時期呢 李鴻章呢 由開戰之前呢 就是 講和 喂不要打了 大家不要打 開戰之後呢 就望和 望天打怪 希望和啦 不要啦 開戰之後就求和 李鴻章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呢 在這個方面 剛才 蘇教授說 李鴻章是負責任 是要負責任的 這個 結果他是 馬關條約被人羞辱呢 是挺慘的 也都是勝利者之言 馬關條約怎麼被人羞辱呢 我讀少少東西給你聽 是好笑的 他們說呢 我們 現在 求和啦 你 你肯不肯簽呢 他就說呢 日衰得勝 何必逼人太甚 使人不能擔當啊 要我賠這麼多錢 他就說 不能擔當是否不穩啊 伊藤博文說 立刻不出聲啊 但是 如果 李鴻章是 在中國很權威的嘛 真是被人羞辱 那麼 李鴻章就說了很多話 伊藤博文就叫他收聲 他就說 不能搏否 我不能搏的嗎 李鴻章說 搏只管搏吧 但我主義不能少改 這樣就是 賠上讓地 由債也 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 伊藤博文說 索債太狠啊 雖不和 雖和不成啊你 然後就說 又要賠錢又要割地 雙管齊下 出手太狠 使我太難過 貴 然後又說 貴貴何必急急要台灣呢 台灣耳是口中物 常未下熱啊 我都未吞下去 沈肌 兩萬萬兩可以撩肌啊 那你這麼急 我賠兩萬萬兩給你 你大把東西吃 這些 這些 羞辱 是他換回來 可以這麼說的 那我們就 看看他們 因為時間的問題 可能 看到他們呢 他們說 我們打你呢 是驚醒你清國 讓你們好自長進 那當時呢 那些外務 那些人呢 就說 打打打打到他 他去北京那裡 就是說 又要賠 不是兩億兩 是三億 所以這些呢 全部呢 這些呢都是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他們贏了的一個棄園 那現在我再看看 就是說 最近我去日本看的 那個雜誌裡面 他說有道之國 我們是 但是 日清戰爭呢 是一個理想的戰爭 怎麼理想戰爭呢 日清戰爭 即是革命戰爭 怎麼理想戰爭呢 就是說 我們是說有理想的 我們是 解放你們 被列強入侵的 我們是有一個 大東亞的一個目的 為什麼不是 有理想之戰呢 我們不是侵略之戰 這些呢 就是最近我看到 簡簡單單 就是說 那一下呢 就是說 他們 自圓其說 甚至呢 還有一些右派的史學家 呢 還在做這些文章呢 令我 是比較驚訝的 現在看甲午的慘痛歷史呢 我們只能夠警惕他們 再在這裏生死 我作為一個中日研究的 一個歷史的人呢 我覺得我是 以前我從來都不說 日本那些侵略的事情 但是近這兩年 我就開始 我覺得我要討論一下 在這裏生死的事情 是最大的